花旗经常说王源姬的作用比SP朱骏要高 很多粉丝表示不理解 那花旗就趁着张辽增强的这个机会 说一下王源姬的这个秘密 有一些玩家知道 有一些玩家不知道 知道的都在偷偷的用 他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王源姬他可以无视援护 泰卫盾很强 援护甲很强 突击流武将遇到他们 普攻都会被吸引到 百分之八九十面上的武将身上 那就打不出伤害来了 而王源姬可以让张辽无视援护效果 直接命中主将 绕过敌人的防线 敌人有援护甲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王源姬 那张辽普攻司马懿 曹操会援护 张辽就直接打中曹操 如果你有了王源姬 张辽普攻司马懿 曹操的援护就不生效 直接命中了司马懿 这个看起来很像一个BOG 但实际上是王源姬的特殊机制 花旗给你看这张图片 王源姬行动了 他发动了垂心乱雾 然后王源姬执行了五风阵的挑拨效果 他被敌人挑拨了 这个时候张辽就打中了 被挑拨的目标 这就说明王源姬操纵 张辽的这次攻击 他其实不算是普通攻击 他还是指挥战法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被挑拨 因为挑拨这个战法 他可以挑拨突击 挑拨指挥战法 但是他挑拨不了普攻的目标 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 王源姬无法触发张辽的锁定主将效果 如果是正常的普攻 张辽是会触发锁定主将的 那不触发锁定 就说明这次攻击 他不是正常的普攻 王源姬这个武将 花旗在刚出来的时候 说他是傀儡师 就是因为他操纵武将 打出这次攻击 实际上不是这个武将打的 是王源姬打的 所以呢 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什么呢 王源姬操纵 王源姬被混乱的时候 操纵张辽 对张辽发动了一次攻击 所以呢 花旗觉得王源姬是很强的 在某种意义上 他可以废掉一个流派 这个意义上 没有其他武将可以替代他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建议分解王源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